五股新真理活动中心日前配合是新北市政府推广家暴防治观念的宣导 吸引了许多阿公阿嬷也系上了这个子丝带共同来响应 而且他们也非常流行利用这个线上赖上传给朋友群组 教大家如何来认识房治家暴观念的问题 新北市政府推广子丝带反家暴议事多年 为了将家暴防治观念在社区扎根 利用巡回车在29区走透透 希望让民众能一起认识家暴防治并广为宣传 26号家暴防治走透透巡回车来到五股区新真理活动中心 许多长辈在自作子丝带后利用LINE上传到社区或朋友群组 让人见识到这群阿公阿嬷相当感流行 也让更多民众认识了如何防家暴 新北市的老人文康是提供社区的一个长者的一个休闲娱乐的活动 它是行动式的一个卡拉OK的一个专车 那我们每年在6月7月或8月之间我们会选择一个月 让整个新北市的我们新真理的一个长辈 在整个活动中心透过老人文康车的一个活动 让整个歌声传遍到整个新真理的一个角落 每年的6月我们新北市定为指示代月 那重点是今年我们要推为家庭暴力防治年 那今天特别透过走透透的方式来到我们五股区 那尤其是高龄社会 那宣导长辈反家庭暴力 然后来守护我们社区的儿童少年 包括我们老人还有妇女等等 那共创幸福的家园 新真理长郑国荣表示 里内的长辈最近开始学习使用智慧型手机 他透过LINE发送讯息 邀请长辈到活动中心参加家暴防治活动 并学习制作子丝带认识子丝带反暴力观念 长辈将做好的子丝带系上 并拍照用LINE传讯 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吸收反暴力 传递家暴防治观念 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老人文康车的活动之外 我们结合了家暴中心去做家暴防治的一个宣导 就是系上子丝带让爱更美丽 这个部分的一个宣导 我们让每一个家庭的一个暴力防治 做到一个极大化 让每个家庭的一个家暴的部分 减少到极小化 现在很多长辈也都会用手机了 那大家也都会用LINE 所以就以LINE的方式 把这个反家暴的意向 转出去转给他的好朋友 大家共同来响应反家暴 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 即性侵害防治中心主任吴淑芳表示 为了将家暴防治观念 在社区推广并于社区扎根 将104年度定调为家暴防治社区年 鼓励各社区发展协会 民间团体或学校推广 家暴防治工作 新北市也特别办理系上子丝带 吸手反暴力 接访邻居一起来 永江的记者五股采访报道